嗨 大家 洛杉矶的地产经济和日更Vlog博主李斐 昨天的Vlog被diss了 说话太多了 滔滔不绝讲了很多 今天我们短一点 今天更多的我们用镜头来说话 早上第一站来到我们的Anaham Hills 一个铁门社区 看一间房 很有可能是我们即将代理上市的最新的房源 泳池别墅带风景非常漂亮 小区里很安静 路很宽 鸟语花香 我进去看一下 阿呦 新男 阿呦 还不错哦 新男 阿呦 还不错哦 还不错哦 很多人像 说你很像那个 吴建豪 你知道谁吗 完全不像是谁 哈哈哈哈 你 等一下 等一下Nathalie过来吧 嗯 对来的房子怎么样 好漂亮 有空的view 泳池view 然后屋子状态很好 厨房翻新过 我们稍微试一试魔法 把它给变得很漂亮 一定会很受欢迎的 肯定的 它这个泳池半圆形的很 很特别啊 然后这些应该水流会打开 有水流的效果 看完房了 屋主是我们的忠实的观众 很熟悉我 很熟悉Dylan 对 然后把Dylan也夸了一番 当然也把我夸了一番 对 这个我们要越是观众 越好帮他们好好做啊 对 会的 会的 每一次detail要coaching 好吧 等Nathalie那个list发过来 我们就开工了 嗯 我去听课了 OK 你等给他们打电话再聊吧 行 好的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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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视频我们讨论了耳湾的优缺点 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耳湾的缺点 比如说房子3D太小 左右太拥挤 没有隐私 那我们今天这间房 你就可以关注了 它是在耳湾周边 开过来只要20分钟 有铁门 雪区好 有风景 有泳池 内部装修也很新 整个厨房全部重新翻去 我用的都是最顶级的厨具和电器 要价只250万美金 这个价格在200亿年 连我们家这样的平民住宅都买不到 对 所以可以关注我们这间房 我们大概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把它给整理出来 放上市场 可以提前跟我们联系 说这种房子是我想要的 排个队 那我们在Chino Hills呢 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 好学区 但是没有铁门 没有泳池 所以价格也会稍微便宜一些 200万美金 已经布置好了 很快会上市 最快可能明天后天嘛 也有风景 配套也很便利 走路都可以到Costco的 之前视频也提到过了 敬请期待我们近期的这两间房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房源 Downtown LA Ktown这些地方 对 我们陆续还会有一些房源 推出来给大家 你们有没有觉得 Dylan这个加州土著 小男孩性格很好 很装神喜欢 我们今天这个室内设计师 Natalie过来看完一圈 她先走了 我们后来留下来跟屋子聊天 她走的时候问了我一句说 你跟Dylan是不是亲戚 是不是related 我说不是啊 我说 但是她是我的little brother 然后Natalie说 对啊 她说我都愿意收养她 哈哈哈 说潮潮潮潮潮潮到 Dylan打电话给我说 李斐哥 你刚才忘了给这个卖家 我们的listing book了 Dylan设计的 就是一本书 我们展示卖过的房子 以及这些房子的状态 我说没事吧 这个卖家天天看我们的视频 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过去卖家哪些房子 我们的水平 我们的业绩 他都很熟悉了 然后我刚才忘了问这个卖家 是否愿意上镜我的视频了 我都是默认 这些卖家都不愿意上镜 对 所以下次我会问问他 这个男生是一个知识型的 就是戴眼镜 天天在家里就可以工作的这种 女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很年轻 健美 每天做运动的这种 家里很多运动的器材 我很喜欢这对卖家 就觉得大家还蛮聊得来的 希望卖完房子以后 也会成为朋友 经常走动 他们还是收到了很好的offer 整个我们OC最好的高中 Sage Hill 和TVT 两个学校 顶级的学校的offer 这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搬家 从安纳哈姆Hills 搬到我们 换身衣服换个相机去开会了 会场里面也没办法拍vlog 所以换一个长焦镜头相机 可以多拍一些细节镜头 这是一个vlogger的日常 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都会把这些拍摄的片段和镜头 预先植入你的脑海里去 这样你剪的时候就会很easy 正在拍摄遇到了我们的地产界同行 嗨 静姐和她的美女同事Joy 嗨 大家好 都是爱学习的孩子 对 天天算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希望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合作 一定会 一定会的 诶 我们下过你们的offer 还有试阳的 哦 试阳 我们也去看过你的 哪一间 Eastwood Lake Forest 都有啊 下一间一定 下一间一定合作 下一间 下七间 可能也有像静姐一样 很关注我的视频的同行 那大家也要关注了 我们的房源 最新的房源 在Chino Hills 在Anaham Hills 在Glendora 还有我们现在有一间在 Warner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差不多四五间 可以跟大家合作的房源 欢迎跟我联系 第一天的课听下来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全是打鸡血 全是打鸡血 前一堆人上去站台说用这个系统赚了多少多少钱 对于我们这样三个孩子的家庭 对于我们这样习惯努力的人来说 根本不需要他们打鸡血 我不是来需要被你打鸡血的 我是来学这个系统的 到现在没讲到任何生日的东西 全是皮毛 全是给你立志 这没意义啊 再去接孩子了 明天上午再来听上午 如果再这样的话 就不来听了 这个学费是400多块钱 500块钱不到 学费就不说了 时间很宝贵的 三天时间 如果坐在这被你打鸡血 那就没意思啊 大家还记得我前两天的Vlog说过 接孩子接早了进不去嘛 来早 进不去校园 看看这边女子棒球队不打球 我孩子所在的这个城市 叫做三黄卡普险诺 跟我们今天上午去的这个安纳汉 后来开会的这个Garden Grove一样 都是Orange County 城县下面的City 都是非常宜居的地方 只是大家不是很了解而已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客人 先搬到尔湾住之后 后来又搬去了其他地方 像尔湾周边的这些地方 我们平时可能介绍比较多的 像Lake Forest的森林湖 尔湾南边的Alizzo Viejo 东边的这个Coto de Casa 然后西边的Tarsting Costa Mesa 像我们这些城市都不错 尔湾周边可能唯一一个 不太好的城市就是Santa Ana Santa Ana比较多的 不应该这样讲 不是因为比较多的某一个族意 而是因为它本身不太好 然后房价比较便宜 所以相对的很多低收入群体 就在那里聚集量比较多 那以后的视频我们争取为大家 WOW 那以后的视频我们争取为大家 多带来一些除了尔湾之外 周边的城市的介绍 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 很多人说尔湾现在太贵了 房子又小 土地又小 买不进尔湾了 还有哪些地方好买 其实周边这些地方都蛮好 对 哪些地方好买 з 对 对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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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s 我饿了 how are you today? good 我饿了爸爸 Biana you want to kiss me? 我饿了 饿了给你个东西吃 这个你要吃吗? 我吃 和你俩 share And you want to kiss me? me I can surprise 坐好坐好 Lukas And what choices do you have? Well If you don't pay me more or show me more respect and teach me I'll quit Well put Rich Dad said Well put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6号 我第一次在送他们上学的路上 给他们听了这个 熊爸爸副爸爸这本书 Lukas还听得津津有味儿 虽然他听不太懂 但我觉得比他们听一些无聊的歌曲 或者是其他的没有用的东西比较好 慢慢的等陆克斯再大一点 我觉得可能十多岁吧 他在重新听这本书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更深的见解和理解 这本书应该是怎么说呢 很多人的理财投资 或者是房地产启蒙的一本书吧 如果还没有听过的话 我觉得我是比较晚知道这本书的人 如果你们还没有听到过的话 去听一下或读一下的书 我之前在视频中也提到过 就是他的理念就是你要 让钱为你工作 而不是为了钱而工作 像我们现在还算是为了钱而工作 但当你有了钱 你把钱投资出去 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就是买房子 然后让租客帮你付房贷 然后你有正向的先进留学之后 你就是这些钱来帮你赚钱 那我现在还不想跟陆克斯 讲这么早和这么直白 等他慢慢听得懂 才会有意思 我认识麦克斯 你能听懂这个故事吗 如果我让你帮我做事 我一个小时给你两块钱 你愿意吗 愿意 愿意 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听懂他们是怎么做的了吗 你听懂他们是怎么做的了吗 嗯 不要压手了 一个人两块钱他就愿意 他还没有完全听得懂这里面的事情 不没关系 多听几遍就好了 因为你给我 你要什么job 你不给我job的 我没有办法 游娜在后面 那你这是送谁啊 我在这儿跟他妈妈交接 然后我去送飞蛙了 你就越来越高级了 还有交接流程 刚才这位朋友也是住在我们耳湾的 也是看我视频的老观众 他们搬来完之后 我们两家还互动比较多 有一个群一起讨论交流装修的事 然后他们孩子 跟我们孩子一样 在学这个Idle 我想跟他讲 我说现在都是交接班 妈妈到这边来送东西 我把鲁克子丢在这里 然后带肥羊拉去学体操 一到下午 我们这些所有的家长一样 全部变成司机 接送的司机 Cristin说她老公都没有时间吃饭 老大老二安排的满满的 Cristin家也是三个孩子 我们家也是三个孩子 基本上就是 这以后咱们老三要再与科尔班打扮 那找个司机 真的得找个全职司机了 下午上班就可以 有人应聘吗 有没有人应聘下午上班的 我们要请一个司机 好了走了 走了 都也没有少带吧 好 待会回家见了 拜拜 把肥羊拉 路克斯都送到课外班 我在停车场找一片音量地儿电脑拿出来编辑视频 等他们下课 待会再送肥羊拉去学体操 这就是我们平淡平凡又愉快的一天 今天工作上还是很有精彩的 我们有一件新的方圆 即将上市 已经在整理的过程中了 但是去学的这个课 这个会议是让我有点 至少今天的课程让我有点不爽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全是打鸡血 我知道我在视频中说 我老婆看到这一段一定会骂我 但是非常抱歉的是 我在车里忙工作给忙忘了 肥羊拉学体操要迟到了 好烦啊 我这个手机又感应不到这个车门 好吧 快 快 快快 运气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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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女儿放回家去接儿子 这一天又这样过去了 那vlog呢就到此结束吧 虽然待会还有工作去见一位卖家 这位卖家手里有几间在东边和北边的房子 不在orange county 今天我们介绍的大部分城市都在orange county 这个卖家手里的房子在la county和riverside 有一些房子房价比较低 租金比较高 就所谓的租售比高 对 这个卖家因为这些房子都有租客嘛 所以暂时可能不会上市 会先不上市卖 我们之前跟mary的那个视频都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已经卖了好多不上市的房子 对 这些房子在市场看不到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一些不在市场上的房子 带租客直接收租金的房子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我们手里会持续有这样的方圆 vlog就到这里吧 就太多了太长了 靠掉了 明天的话 有可能会去继续听课 也有可能会去盖地中心 在洛杉矶里面 看一个我们的华人建商开发的项目 我还不知道会去哪边 但我们明天的vlog再见吧 无论如何都会更新的 Bye BGM